大家好,我是补戴尔托福四个月的学生,我叫曾慈怡 我今年是中正大学外文系四年级 我今年考到托福110分的高分 我觉得要非常感谢戴尔的三位老师 第一个就是教阅读的吴老师 其实吴老师他有很多很多的单字可以补充给学生 而且他最珍贵的就是他考试的经验跟技巧 老师每堂课都非常热心的跟我们讲说 每一题他是以什么样子的方式在考学生 那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解题 非常的实用 但刚开始可能会有些地方 没有办法很精确的掌握老师的意思 可是这样几堂上下来以后 你就开始可以知道说 哦,老师想要讲的点是什么 那这题以什么方式去解答会最快速 而且最有效率能拿到正确的分数 而且老师每堂课都会分享很多很多的单字 如果你真的很认真上课 然后回家都有背的话 其实帮助非常的大 因为那些字其实都是重复出现的 而且考的类型很接近 所以你如果认真的去背 到草长上你遇到单字听也不会害怕 然后到口说跟听力的老师 他其实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 口语就是要每天练 他在课堂上用很多很多的教材 其实都是要启发学生自我去练习口说跟听力 然后老师在网路上也有分享很多听力的训练的连结 还有口说练习的题目 其实不只是上课 回到学校回到家里以后 还是要自己勤奋的自学 像我有组同学会 我们就在学校 一直礼拜选两天 然后出来就是一直讲英文 所以其实对我口说帮助还蛮大的 要谢谢那两位同学 而且这样子的学习方式 其实也是Daniel老师非常鼓励的 他觉得说听力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进步的 你一定要一直不断地刺激自己 告诉自己说我每天要吸收英文 这样子才会越来越进步 而且老师他很热心 他每堂课都很愿意跟学生讨论 如果你有问题的地方 然后再来是写作 写作其实是我感觉最大的困难 因为我写作很慢 可是托福考试就只有那二三十分钟 其实我在考之前我一直都很紧张 而且我练习的时候 我写的时间总是很长 可是老师他都会跟我们讲说 你就是要先求你的内容 求内容内容好了以后 再慢慢加快自己的速度 然后我就照老师这方法去做 每个礼拜上课我就认真听讲 然后回去以后把老师教的句型 还有片语尽量试着用用看 还有老师的八大写作技巧 和他书上的单字跟片语都要认真背 然后有机会你就拿来使用看看 写自己喜欢的题目 写久了以后再挑战自己 觉得比较不拿手的 这样子不断练习 然后每周教作文给老师改 回来以后就定证 一周一周过了这几个礼拜之后 我发现我写作变得很自然 不会想说要思考很多的东西 我才能写出一篇文章 你看到题目你就自然而然 可以发挥你课堂上学到的东西 然后上考场以后 真的就像老师预测的很顺利 拿到28分 跟我想象中可能21 22真的差很多 所以我非常感谢老师 他上课的内容 还有他们